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花篮 而这些花篮的赠送者呢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 像是国安局副局长 以及检察总长 甚至还有警政署署长 不过这些花篮呢 全都是一名男子自导自演 自己买来送给自己的 原来呢 这名男子是冒用了内政部主秘的身份 在网络上po出了名片 还有人事派令 被民众发现呢 来询问内政部 结果内政部呢 就揭露出说 原来这名男子 其实是冒用内政部主秘的身份 因此内政部立刻来报警 警方到他家搜索呢 发现呢 他不只冒用内政部主秘的身份 甚至还自称他是台大医师 还有哈佛大学的助理研究员 等等的身份 他之所以要冒用这些身份呢 就是为了要用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来吸引女生的注意 来追求女孩子 因此呢 警方逮到他之后 也是依照伪造文书的罪嫌 来将他送办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